富邦金控董事长蔡明忠 今天化身一日讲师 跟国中生面对面谈如何理财 不过他竟然说呢 自己当老师有点紧张 倒是面对记者可是侃侃而谈 讲到了台湾的景气 认为今年的GDP成长率 应该能够勉强保三 慢慢忍耐一下 谢谢谢谢 手拿货户资料 富邦金控董事长蔡明忠 心情兴奋又带点不安 平常参加股东会都不担心 面对一群国中生 当蔡老师 反而市场大挑战 小朋友都觉得我 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都很幼稚 今天来又不能很幼稚的样子 又要很成熟的样子 但是不知道成熟到什么样程度 现在已经在记账了吗 没有 同学踊跃发言 蔡董表现也渐入佳境 甚至化身动画主角 也要让台下同学 懂得财客 对于自己表现 蔡明忠说还不错 很多批评跟指教 我想应该八十五吧 上起课来很认真 对于目前的台湾经济 蔡董事长认为 虽然情况不好 GDP成长率保三 还有希望 景气确实是令人堪虑了 尤其第一季 特别的差 我个人认为 可能会勉强达到300 蔡明忠也表示 既然BOT案过去称为 奖餐促餐条例 要让民间有利可图 才会积极参与 他还强调 尽管出口表现差 但汇率政策 应该维持稳定 利率已经很低了 我们也不能像韩国一样 再调低利率 那汇率我们跟人家去竞便 对我们产业长期也不见得是好了 一堂理财客 让蔡明忠转换身份 当起一日老师 但对于台湾经济 蔡董事长显然有更多话 想说 今天TV部员新罗正辉 新北市报道